HELLO 了世紀 天天用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敗戰庭人對上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帝國戰爭 河流分水嶺 先來看一下約9點鐘方向的敗戰庭人 敗戰庭人他的特色是他的神帝王賽價格非常便宜 而且他的槍兵戰矛駱駝都屬不勝折扣 後期很適合打槍兵戰矛駝駝作為主力 後期火槍火炮也都有 雖然他的遊俠但是沒有品種 所以遊俠盡量不要用 用大羅馬跟駱駝應該是綽綽有的 如果需要用到正常騎兵路線的話 他的寶兵霸丹聖騎兵加上金冠後勤科技 是一個世紀帝國裡面比較做壞的單位 非常垂能型的騎兵單位 但是比較害怕箭矢單位 所以霸丹帝人後期要轉出霸丹聖騎兵作為處理 是比較關鍵的 當然霸丹聖騎兵的造價非常貴 不管是升級或是造價的單位都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後期還是要試情況才能轉出來 那麼接下來介紹一下 右手邊3點鐘方向的道特 選擇的問題是兇人 兇人特徵是開局就不用蓋房子 人口一開始就是200人口了 所以兇人的一開始經濟雖然會比較好 但是後期沒有這些房子的關係 所以你要微覺的話還是要靠木牆跟石場 才可以比較鎖得好 那道特開局會顯示百木頭的關係 所以前期有這些射箭場會出的會慢一點點 好那這邊是出了三隻肉 現在看到道特是直接走開龍路線 那道特這個兇人文明呢 他的馬功則是比較多的 城堡時代有九折 電王時代則是有八折優惠 所以後期打馬功配遊俠 或是配大落馬衝車都是很好策略 那他的工程其實非常弱的 沒有工程工程師也沒有爐炮或者是投車 所以只能用大衝車作為工程主力 或是用巨型投石機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選項 那他的巨型投石機呢 還有這個30%的命中率加成 所以在巨型投石機互相攻擊的時候 然後道特的這個兇人的巨頭會更有優勢一些 然後道特這邊轉出射箭場 轉出的是肉馬配弓兵 這個是福利斯代最強的配兵 但是對方槍兵太多了 感覺這邊是數量被碾壓 完全沒有辦法反之回去 道特這一波被打回去之後 弓兵還是要再採一些 肉馬的部分也要再繼續按 現在單位數量已經落後的情況下 是不能去偷的 好 結果道特這邊 兇人被打回去之後讓打高 這邊是直接升到城堡時代 哇 兇人這個開局真的是有點慘烈 好 戰毛兵在後面 三隻槍兵 在後面保護著毛兵 OK 那現在道特透過買賣 把石頭賣了 升到城堡時代 在班廷這邊 是沒有做出太多習慣的舉動 而是正常的槍矛前壓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OK 這裡槍矛繼續給壓力 道特的平凍還有15秒 好 工兵直接被拿下 道特這裡工兵全倒 肉馬上去想要把槍兵全部解掉 結果槍兵沒解完 肉馬死光了 哎呀 好 沒關係 上城堡時代 直接轉騎士啦 本騎士也解的掉 好 糟糕 這邊2級射 跟戰毛兵都已經升級好了 現在射村民會有點傷害囉 這個 不能開玩笑 有2級射的戰毛兵 是很痛的 OK 騎士出來了 戰毛兵稍微抽一下 村民回頭打下 把槍兵解決掉 但是村民被拿下了一隻 第二隻有機會嗎 沒有 還在追還在追 戰毛兵回頭再打村民 拿下兩村 第三村 有機會嗎 殘血走掉 道特村民被打到四處逃難了 好 打高利用那一坨戰毛兵 讓自己有時間開下了城鎮中心 這裡是利用了運輸船 直接把村民運到了對岸 開啟了TC 這張地圖最好就是用運輸船把村民運到對岸 就可以快速開下TC 但是打高這邊是選擇了村民走過去開TC的方法 好 那道特過來偵查一下上方有沒有開TC 因為他運輸船在上面 所以這個帝國戰爭地圖 每一個地勤 不同打法都有一些要偵查重點 要去思考 好 那現在 道特看到上方沒開TC 那應該就是下面開 但是道特沒有去偵查 應該是不知道下面有開城鎮中心 不然他也不會一直往前衝 好 來看一下道特到底有沒有發現 好 道特真的是沒有看到 喔 過來偵查了 這時候來偵查還覺得怪怪的 上面看了一圈 什麼東西都沒有 哇 果然一過來 有東西了 這時候就真的發現了 哇 結果馬弓還是被射死 OK 道特這時候點下27伐木 一擊農田這個時候也要補一下會比較好 好 這裡要補一擊農嗎 好 農田 又在撒第二輪 看來是沒有時間補 好 卡高的後面拉了非常多的僧侶 想要過來招翔 來看一下這一波招翔 這裡招的是騎士跟馬弓 全都招 好 馬弓過來搶招 全部招馬弓 好 但是馬弓第一時間還是射倒了兩隻僧侶 最後只有三隻馬弓被成功招翔 道特這一波打得還算不錯 大高的這裡招翔打得很漂亮 但最後道特的反擊僧侶的速度非常快啊 好 這裡補了一攻城七支造所 準備要來強攻了 因為道特知道自己開TC已經落後了 對方3TC已經農了一段時間 要是這裡沒有辦法打到其他的東西 那這一波肯定會虧爛 這裡馬弓一定要去給壓力才行 那打高這邊要防守住的話 一定要靠僧侶配戰矛會比較穩定 但現在打高經濟上 沒有辦法讓他支撐出這麼多東西 現在3TC正常運轉 就是已經極限了 那現在要轉出 工兵單位的話 直接轉奴炮或投石車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好 道特這邊補下了前程科技 讓自己看一下招翔 不然這個招翔能力太快了 好 這裡補了一個頭車 這三隻馬弓還在繞啊 繞了有點久了 好 投石車兩台走出來 看到城堡選擇了放棄 進攻下放城鎮中心 下放城鎮中心能自保 好 打高嘉莉覺得自己有 生侶在家裡防守應該能守住 好 後面的三隻馬弓好像解決掉了 現在馬弓騎士全部會合 道特這時候開下了城鎮中心 看一下這一波投石車招翔 誤換一下 道特這一波 被換掉了一台投石車 但是正門已經突充 可以衝進去了 馬弓趕快往前 去保護一下騎士被招翔的問題 生侶放到後方 開始回頭招翔 好 馬弓往前 割掉生侶 OK 這邊直接一扛著城鎮中心的傷害 衝進來 這一波壓力給的很好 道特本來是烈絲的狀況 現在有機會打回來了 馬弓已經到處開射 好 車女再放了出來 想要嘗試招翔投車 投車有機會被招到 這一波有前程科技在的關係 但是沒有被招翔 但最後招翔的東西就是 馬弓 這個投車最後沒有被招到 好 騎士過來 就是想要對著這個投車一陣出出 後面馬弓也在努力打 哇 兩邊的騷擾非常的麻煩 左邊這坨馬弓還沒有起掉 但是打到這邊三個房子 快速圍了起來 後方騎士 沒有繼續進攻 這是用原定戰崗模式 這是道特的一個控兵細節 原定戰崗模式 這樣騎士就不會亂衝 不會亂衝 就能保持戰力 遇到了緊急時刻 也可以繼續輸出 哇 打到這邊 村民術已經死傷 快要來到了20吋 這女被放了出來 城鎮中心沒有辦法躲 城鎮想要硬蓋 那這個硬蓋可能會蓋到頭部血 這裡可能要硬修 好 騎士三隻過來趕快砍 好 結果這個城鎮中心被修了回來 好 後面的勝率趕快著想 能夠招到嗎 沒辦法 前程科技很給力 後方的馬弓還在四處打 哇 完蛋這個賊種進來 馬弓又要繼續亂射了 哇靠哇靠 這根城鎮想要蓋 卻也蓋不起來 雖然勝率努力著強 但最後中展出了射箭場 有射箭場了 終於有戰毛兵 有戰毛兵 這些馬弓終於能處理得掉 好 後面的村民也是死傷殘忠 現在村民死傷來到了3次3次5 村民死傷人數 持續上升當中 接頭馬弓又來了 但是馬弓再繼續來的話 又要遇到正面大量的戰毛兵 現在 半山天人 快要把這個城堡蓋好 那這個TC附近的農田 就能暫時穩定住了 對 戰毛要繼續按 把攻速量15隻 還是有一定的殺傷力 但現在兩邊的村民數差不多了 就15村對74村 到可差一點就秒殺了打告 但打告用著自己的精準的判斷力 把這個城市中心修起來 這也是多虧喔 半山天人的建築物血量比較多喔 不然這個TC早應該是要爆了 結果被他修了回來 好 這裡馬弓想要高達低反擊回去 效果還不錯 因為半山天人這裡的戰毛兵 是沒有弓兵鎧 欸 這個村民在後面再發呆 哇 這無村可能又要被拿掉了 現在道特這裡是有彈道學的馬弓喔 好 走一下 哇 這個 沙打打得很漂亮 好 往前靠近 只要往前貼的話 戰毛兵就不能攻擊 但這頭馬弓似乎沒有要空了 最後再多拿個五村 最後經濟兩邊是差不多了 97村對86村 但道特還是落後大約 1000資源左右 好 達高這邊是轉出了拜登庭聖騎兵 但這應該不是要拿來當主力的 因為打馬弓的話 拜登庭聖騎兵是沒有任何的優勢 甚至遠防喔 還比一半騎士少了一點 血量上喔 呃 是多了一點 呃 多了10滴一點 但是他沒有品種 所以你要說這多10滴血 也算是多嗎 我覺得不認為 哈哈 所以這個就是拜登庭聖騎兵喔 非常害怕劍齒的原因喔 害怕射擊 好 但還好 拜登庭人 是擁有大量戰矛的折扣優惠文明 從遇到馬弓 也可以使用駱駝加戰矛的策略 盡情反制喔 那兇人本身就是一個騎馬文明 有遊俠也有大洛馬跟馬弓 基本上只要出駱駝跟戰矛 應該就是綽綽有餘了 呃 不得不說 後期拜登庭的後期大強兵 也是非常省支援的 所以不管用哪一種打法 兇人就一定要使用自己的黃金兵 去打倒對手才行 發安庭人則是有黃金兵 跟垃圾兵的選擇可以使用 所以兇人這邊的優勢 算是 要用自己的黃金兵 滾出水球來 才可以喔 好 這裡直接硬吃 用自己的數量優勢 直接把這些戰矛兵打到頭破血流 直接把這些戰矛兵打到頭破血流 好 這根城堡能夠蓋起來嗎 但是他好像有點難 家裡的戰矛兵數量有點少喔 糟糕這邊戰矛兵剛剛好像挺了一下 為了升帝王時代 升完帝王之後點下來三級色化學 提升一下戰矛兵的殺傷力 哇 但是這個馬弓 直接一直射一直射 哇 食傷村民有點多 終於這個時候 道特已經反超打高 兩隻村民 村民成功反超了 雖然劣勢20吋至30吋 但現在已經不用擔心這個問題了 分數也是領先對手 好 但打高自己是一個非常頂尖的玩家 雖然被受到大量的騷擾 損失了52吋 蛋損筆 差了50吋 哇 這個有點誇張囉 殺了50吋的道特 現在經濟也開始追上對手 那兇人後期 工程系要趕快選擇一下巨頭 好 好 打高最後是選擇了重裝駱駝 跟三級 這個一級馬鎧 三級馬鎧跟一級馬鎧的顏色有時候很像 ok 那現在化學點下了 三級色也點了 打光不分 只差一個重裝馬弓 還有安息人戰術 誒 不知道公司換點了 點了 ok 就可以提升到最馬 好 半三級 這邊還有20秒的時間 準備要來提升 重裝駱駝了 好 28隻的馬鎧 現在慢慢已經成型 好 化學點好 攻擊力來到了6加4 戰毛兵也準備好了 三級的弓箭甲也好了 當然就不怕馬鎧的超高傷害 好 越方來到了8點 高打第一發 還不一定打得死 哇 殘血活了下來 好 到時候看到這個情況 有點尷尬 果然三級甲的戰毛兵 有點耐扛 這樣換下去的話 馬鎧一定很虧 但還好 道特這邊是8折馬鎧 道特這邊則是75折 弱鎖 這邊就是 折扣大戰 好 75折的戰毛 ok 守進去了 先補下血 這樣換真的是會虧的 哇 這個戰毛兵 拆巨頭 哇 戰毛兵拆巨頭 好猛 ok 道特受不了 這一大推的戰毛兵 轉出了遊俠 遊俠提示很快啊 三級馬卡也快要補下 ok 那道特的升級馬功的方式 跟我們的會員影片一模一樣 而是馬功打一打 突然轉成遊俠 這個打法也是比較常見使用的方法 因為你出馬功對方也不是白癡 會一直讓你的馬功這麼爽 一定會出戰毛啊 或是弓兵進行反制 那如果你後面帝王可以轉遊俠出來的話 馬功路線會走得更舒服一點 有遊俠之後 後面再轉成重裝馬功 也不是太大問題 有個三級色跟化學 其實就綽綽有餘 好 這裡三級馬卡點了 現在遊俠已經準備這麼多的馬俠了 最後跟馬俠準備來噴遊俠 ok 上面的島嶼就是有包子拿下 下方是有打高 但是兩邊都沒有要來針對對方的島嶼進行攻擊 而是要攻擊正面的主島 好 劇群特斯基加了起來 現在來了兩邊 大軍已經集結好了 劇群開始往前 馬功 開始出出 好 劇群直接點過去 後方的城堡已經被拿下 劇群特斯基加馬功開始往前走 好 這裡用遊俠繼續做一個包抄 好 遊俠坦掉了非常多戰毛兵 戰毛兵直接潰不成軍 直接被吃光 這一波果然還是全黃金兵的兇人 比較厲害 招號也是比較兇猛 那打高現在只靠駱駝的話有點難受 因為他的駱駝沒有品種的關係 所以血量其實很少 只有120滴血而已 而且也沒有三攻 所以如果打高現在想要打贏的話 只靠戰毛配駱駝可能會有點吃力 遊俠的部分可能很難擋得住 因為遊俠體制實在是太好 如果馬功一直把駱駝給秒殺掉 馬功就潰不成軍 那這個駱駝就潰不成軍 遊俠就有點無法無天了 好 到這邊回轉補了一下 重裝馬功的升級 好 大槍兵 準備轉出來了 那有大量槍兵的話 打到前面 中弩的 遊俠拳導的話 槍兵也有機會 可以戳到後方馬功 所以轉槍兵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而且一樣擁有這個25%的折扣減免 好 這槍兵戰術也補下了 大槍兵在外面補了一個城堡 雙堡防守正面 三台巨型頭C先架起來 打高有看到 火炮小心 充忍的巨頭命中率有增加30%的效果 好 砸了一發 要拉臭敏過來嗎 但是火炮不太敢繼續往前 越馬功勁來了 握手開始往前衝 往後拉打一下 這個前面村民要稍微收一下會比較好 砸了直接往前 直接進入到了兩根城堡尺寸範圍內 後方的三台巨頭已經架起來了 後方三台巨頭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後方村民已經開始在維修 這個城堡可能會守不住 砸了你的村民有點少 後方這位馬功繼續拉打 正面的優雅開始扛住這邊 砸了數量有點多 這裡馬功要強快除掉落鎖才行 落鎖處理不了 成就完蛋 結果正面的遊俠突破了落鎖的防線 這一波遊俠終究還是打贏了 沒有平等的落鎖 後方的馬功雖然有了組織 還行 但是果然沉倒是救不回來的狀態 好 遊俠繼續補過來 戰功這時候才馬上補下 好 追到高低 防守一下 現在遊俠出量 還要再慢慢堆一下 還有十字遊俠躺在前面 正前方的位置 有非常多的戰毛兵 繼續轉了出來 打到這裡本來是要轉槍 轉這個槍兵 但是這個槍兵還沒有升級好 但是還是使用落鎖配戰毛的配置 好 這一坨馬功不能送掉 結果馬功是盜特的最後希望 此戰過後 兩兵的經濟都來到了極限 盜特這邊轉出了槍兵的升級 那兇人呢 他本身也是有大槍兵 但是沒有三級的護兵牌甲 所以遇到強奴馬功戰毛兵的時候 這個槍兵死傷速度會很快 好 但是這邊 弱鎖雖然好像還變少 也轉出了槍兵 奧特繼續出馬功可能問題不大 這之後放三毛兵有點麻煩 轉身落馬出來擋會比較好 好 現在落鎖等到了 落馬也往前 但是落馬現在沒有黃金可以點大落馬 好 還要打 八折馬功的優惠 開始打出了一些優勢來 好 後面巨頭架了起來 想要直接拆進在建造的城堡 後面三台巨頭還在發呆 這一頭落頭又再次往前衝 後方城堡努力修 三台巨頭硬拆 開始速度有點快喔 後馬開始往前踢 要直接拆巨頭 巨頭有能夠修回來嗎 喔 好像修不回來 欸 修回來了 之後血量回來到五十滴血 之後巨頭 還是寶珠 糟糕 這邊是點下了三級的步兵牌子 大槍兵 升級好 現在全滿機體了 三位已經跑了 再次打高的經濟已經來到了極限 支援有點跟不太上 兩邊沒有要休息的意思 但是道德利用自己的馬功的射程優勢 還有傷害的數值優勢 體積優勢 大力數來到五十五隻 這一坨馬功完全無解 好慢 這個要學到大量戰矛 做火炮一直慢慢poke 才有機會解得完 但是馬功看到火炮就是往前衝 直接點掉 哇 這就是撿兩百多塊黃金 而且正面的弱馬 開始又慢慢噴流過來 大老馬這個時候可以點下 打高覺得自己還沒有輸 等一下趕快再繼續轉線部隊出來 還是可以的 好 這裡需要更多的駱駝 戰矛兵 喜歡努力的 一個頭毛殺一隻馬功 好 馬功上來 高打滴 把駱駝點光 打駱駝馬功升級好 好 這邊是補下了工會制度 待會轉一些黃金出來 應該還是要繼續轉駱駝 但現在沒有火炮的話巨頭又很難處理 但火炮也沒有辦法很穩定的可以輸出 畢竟兇人有大量的武功 這裡感覺不打BD偷家策略的話 可能是很難打得贏兇人正面的 畢竟人家是騎兵單位 騎兵單位的體質就是比較好 5930滴血 對上1885滴血的垃圾兵大軍 光體質來看 兇人就還是有點優勢 欸 結果這一坨兵力直接往前投馬 投了非常多的馬功 這一波交戰 駱駝中的殺出重圍 好像有機會了 然後這一波打得很好 後面 道特又投了更多的馬功 開始把道路馬往前補 這一坨馬功絕對不能損失掉 還有258值數量 但是道特並沒有退縮 打高到這邊看到的劍狀自己的近戰單位全倒了 開始把自己的駕駝往後拉 但駕駝也不是完全往後拉 後面還是繼續輸出 後面大量馬功 我們這些肉馬已經開始追上來 這裡不撤退的話 大肉馬會把所有的駕駝兵全部吃光 後面的駕駝兵器 沒有辦法成功功成 只剩下一台火炮還在輸出 哇 這是為了控火炮 自己的駕駝已經送光了 完蛋 結果臨時打個一炮 之後還是把駕駝給收下 這跟城堡又成功守住了 炮現在黃金 全部投資給火炮 選出垃圾兵策略 戰矛配槍兵 那現在好像有產能上的問題 產能並不是這麼的好 可能他要多蓋幾個馬舟 多蓋幾個射箭廠或是軍營會比較好 有資源 但是產能不多快 好 好 到這邊 又回到兩百人口 進行偷吃也慢慢按得出來 兩台巨頭準備又要再架起來了 好 到這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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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碰到火炮有小心 火炮要被停掉 哇 前線這些槍斃數量有點誇張 大陸馬往前 可能會省失掉非常多的數量喔 所以要先讓大陸馬撤退一下 讓馬宮盡可能的削減掉槍斃數量才行 還有有安全的戰術 打槍斃的傷害是非常夠的 這邊大陸馬直接突破槍斃的防線 開始往後輸出 大陸馬直接貼到了戰毛兵的臉上 戰毛兵沒有在空了 開始在打陸馬 完蛋 後面這裡有四台巨頭 瘋狂攻城 兩台火炮在後方 沒有辦法有機會摸到後方的巨型手機 這邊正面有非常多弱馬 已經快要撐到火炮場邊 現在家裡一團亂 馬宮 夜彈努力反擊回去 這一坨馬宮還是有三十幾隻的數量 最後巨頭還是被大陸馬給拿下 後方大陸馬還有十七隻的數量 這邊直接開砍這些戰毛也是ok 但是他的目標還是後方的火炮 火炮這兩台又是能拿下 最後是聖券在握了 現在四台巨頭已經成功拿下了城堡 最後火炮拿下了一台 第二台還在對殺 但是沒有辦法拿下 但城堡一拿下 這裡的進攻變得更容易一些 這時候才補一下拇指環 有點慢了 這坨馬宮 他的壓力真的太大了 導特這裡還在繼續出哪弄 而且這黃金跳得好快啊 哇哇哇哇 是五勝物的黃金速度嗎 黃金跳得有點誇張啊 最後戰毛兵就再次殺了出來 導特的配兵還是有肉馬 配上馬宮的策略 好這裡火炮第一時間點掉 馬宮和秒殺火炮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好這一波槍兵跟毛兵 本來要擋不住最後一波的肉馬進攻了嗎 為什麼是最後一波呢 是因為打高這邊的城堡已經陷落 而且踩成喵捕 雖然有支援 但是人口一直沒有辦法到兩百人口 到這反應只在兩百人口的 黃金兵加速肉馬的策略 血量是非常衝突的 哇哇哇哇哇哇 防不住防不住 這設定真的是打不贏 黃金兵的搭配賭合 直接吃光戰毛兵 退不成軍 後方的馬宮 最後可以自由射擊了 最後火炮也被抓掉 打高這手中打出了GG 我們恭喜DOT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最後出了337隻的戰毛 對上284隻的馬宮啊 哇這個數量 在單挑來說也是很少見可以看到的數量 只有帝國戰爭模式裡面 比較容易看到這種大規模的打鬥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DOT是拿到六勝物 難怪黃金可以跳這麼快 平常四勝物五勝物都覺得很多了 哇到這裡是六勝物 那這邊六勝物除外 黃金還贏了大概也是6000 那石頭部分是贏了大概300左右 那食物部分則是贏了4 6000左右的食物 那木材部分還是打高有贏 但是最後也不是資源上的問題 因為打高這邊資源是綽綽有贏的 出這些垃圾兵 但產能部分一直沒有補 這有可能是打高這一波 沒有辦法很好的 穩定用垃圾兵拖回去的一個大問題 好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讚 我們要看喜歡這部影片 我們要看好看 看到好看 新的片尤子 那麼好看